袁天爷自打邹大人倒打一耙 便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当下隐蔽地做了一个手势 跟着袁天爷进门的原石便见了 悄悄退了出去 袁天爷这才道 邹大人 小民今日出来只带了两位普聪 想要搜查也无从搜起 再说小民既然是平民 自无权搜查别人的宅铺 那时情急之下也就四处找了一找 可谈不上搜 这找不着了才敢报案不是 否则岂不是无故惊扰官府 说完他满含深意地看了邹大人一眼 邹大人 小碧虽然找着了 但事情的发生总是有一定的因由 我听说近来京城周围颇有些不太平 好几位年轻女子失踪 邹大人正为此焦头烂额的吧 大人 小碧可正是年轻的女子 您看 她的失踪 会不会跟那个案子有关呢 邹大人一临 那个案子影响极坏 这暗示着她焉成俯隐不作为 被焉国不够安定 不能让人安居乐业 一个处理不好 不能及时破案 她是要被上头追究责任的 这件事 可是关乎她的官貌和神家姓名 不过 那位代表清流的 正义凛然的何大人 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吗 如果原神义的这番话 传到那位大人的耳里 而自己又派人搜查了这间铺子 何大人绝对要雷霆震怒 到时候 自己又怎么承受得起 他的怒火 正当他脑筋急转之间 外面忽然急奔进来一个下人 气喘吁吁地道 大 大人 不好了 老太太忽然得了心脚痛 痛得晕死了 过去了 什么 邹大人猛地站了起来 二话不说 便急奔着出去 跑到门口 忽然想起什么 又转了回来 对阎天野 常常地做了一个音 道 原神义 请你救救我母亲 这位邹大人 弑母甚孝 是人所周知的 邹大人不必多礼 致病救人 是我的本分 阎天野将他扶了起来 却又道 不过 今日出门闲逛 小民不曾带着银针在身上 银针对于一家来说 那是吃饭的家伙 绝对是随时都待在身上的 邹大人便明白 袁天野这话 并有推托之意 本来刚才 袁天野说 这案件或许 与少女失踪案有关 邹大人便动了心 此时光复自己母亲的性命 这事便不用再权衡了 他转头对着下属道 你们 现在马上带人 搜查这个点心铺子 哪怕是掘地三尺 也要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然后转过头来 对袁天野道 想必此时家中已请了大夫 您真是现成的 有劳袁神医走一趟 亦不容辞 袁天野这一回 很爽快地答应了 又转头吩咐五娘 你们在这里协助官产们办案 邹大人和袁天野一走 这边便开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 袁神那里出去 即刻办了两件事 一件事向安卫下令 让邹大人府上的卧底 给邹老太太下了一份 泛心急的药 另一件 则是让安卫将一些罪证 放到这铺子的某个地方 那位何大人 在文官里面 一直是如钟玉柜一般的存在 它代表着文官里 不可忽视的力量 却又死忠于端王 所以它一直是 袁天野重点关注的对象 这铺子里的一切秘密 早已在袁天野的掌握之中 原石的此番布置 便极为便利而迅速 他们要借着这次的机缘巧合 给那位何大人 浇上一桶粪水 让他跳进黄河 都洗不清自己 而刚才袁天野的那般说辞 不过是想要 引邹大人搜查这个屋子 好把罪证翻出来而已 所以 在搜查第二间仓库的时候 在一个柜子里的夹缝里面 搜出了一些账目和银票 里面有何大人 收取赞款的罪证 掌柜正瞠目结舌地 想要辩解的时候 门外却跑来了一个差异 问邹大人手下的副官 道 大人 那间屋子里面发现一个地道 地道里面藏了几个年轻的女子 跟这一阵报案描述的 失踪少女一模一样 什么 大家都大吃一惊 急急地奔了出去 林小竹跟在五娘的身边 看到那个地道 终于明白了老爷子说的帮他一帮的含义 是什么了 他虽然不明白这家铺子的主人是什么人 但撩想 这件事对于袁天野的帮助 一定是很大 那几个女子一找着 这件案子便不用再查下去了 当下官府将铺子封了 又将掌柜伙计全都拿下 押回官府审讯 林小竹跟着五娘到了官府 也将口供录了下来 当傍晚时 他跟五娘回到袁府的时候 袁天野早已回来 正在书房里 跟袁之百吵得不可开交 袁之百看着儿子 一脸的恼怒 你知不知道 今天的事有多危险 你为了一个婢女 雕动大量的安慰 这金城 藏龙卧府 端王的手下高手如云 你这一动作 你这一动作 端王绝对会把你 列为头号的调查人物 一旦被人发现 你的性命堪忧 我就不相信 这样的事你没有考虑到 羊儿啊羊儿 你一向冷静稳定 凡是谋定而厚动 今天怎么能做出 这样顾头不顾脑的事情来 你说 是不是为了那个林小竹 父亲 父亲 今天的事 虽然有些冒险 但结果却是很好 没想到 他们既然搜出了那几个女子来 又有贪污的罪证 一个文坛清流的领袖 又是劫持民女 又是贪赃王法 这一回 便是端王都保不住他 吴有忠玉贵 文有何文清 这端王的两大支柱 已经分崩离析 父王 咱们大事可成 哼 你少给我东扯西拉的 那样的事 就算今日不发生 只要我们想让它发生 总有机会 倒是你今天 为何做出这样的举动 你好好给我个解释 父亲 袁天也不自然地 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今天听得五娘禀报说 李小筑不见了 那一刻 她的心忽然地 就这么塌下去一块 一想到她有危险 她此时不知 在哪里受着怎样的苦 那种难受的 想要窒息的感觉 让她还在记忆犹心 你呀 你叫我说什么好 一见儿子这副模样 袁之百便痛心疾首 父王知道 你喜欢林小筑 可你也得想想你自己 想想跟着你出生入死的 这一群手下 你不是一个人 你不能因为喜欢一个女人 就把自己和手下 置于危险的境地 这些道理 我就不相信你不懂 你也一向做得很好 可这一次 你让我很失望 谢谢大家